大家好 二手房和中介的问题吧 这段时间呢 大家都知道 在深圳呢 因为出台了二手房的指导价 还有各种各样的 非常严格的所谓的 二手房交易指导规则吧 在这种情况和环境下面 深圳的这种中介 房产中介 大面积的萎缩 说白了就是倒闭 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虽然没有人专门去统计多少 没有人去做个官方统计 但是据说 据很多人口口相传 起码有上万家中介已经倒闭了 这个数字在一个城市来说 算是很恐怖的 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行 很多人说是因为这个政策 太严格了 所导致的最终的结果 我相信呢 严格的政策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方面 那就是苛刻的金融政策 或者说在二手房交易的时候 二手房交易市场 现在几乎已经没有所谓的金融支持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北上广深这种城市 如果说是对二手房交易 出现了一个比较严格的管控 你说是为了抑制房价 平衡房地产 健康发展 这个我们相信 但是今天呢 我跟一个朋友在打电话 他是南方的 不说十八线城市 起码也说那个十二三线城市 在他们那种地方 二手房交易也贷不到款 我就觉得很震惊 然后我又打电话回到我自己的老家 一些朋友和同学告诉我 在老家里那里 你想买二手房贷款 都是说可以贷款 但是一去没有额度 要等 等 无要 叫什么 没有期限的等待 就是这样的 他们也不是说不给你贷 也不是说没有这个业务 有 但是就是没有额度 说我们行里没有额度 大家想想看 从一线城市到一个十七八线的城市 几乎所有的城市的二手房交易 都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就是银行没有支撑 没有金融支撑 这么多银行 这么多地方银行 这么多商业银行 异口同声的说 那到底是谁在 推动这个事情 又或者说 现在二手房的这个市场 真正在面临什么呢 今天我就想 聊一聊我个人的看 我认为 中国的房地产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 已经是 一个天量的 这个体量 很多人在这个二十年的过程中 尝到了巨大的甜头 包括一些地方政府 通过土地财政 活得很潇洒 很滋润 二十年后的今天 人口开始大面积的下滑 人口出生率 新生儿出生率 开始下滑 人口进入老年化 社会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 自相矛盾的一个 人口结构情况下 又在 还在不停的推出土地 不停的盖房子 但是没有人来买单 为什么 因为有巨大的一个 体量的二手房市场 在这里 就好像一个 随时要爆炸的炸弹 但是没有人去想着 怎么消化 或者平衡掉 这个二手房市场 而是让它 误住它 盖住它 让它不许动 就好像修一个大坝 一个大大的 这个河堤 把这些水 全部灌在里面 不让你们到处流动 对不对 那现在就很简单 曾经那些有钱人 现在被套住 套在多套房产 很多套房产里 而现在没有房的人 也就是以前那些穷人 你现在想买个 便宜点的二手房 没有金融支撑 你要干嘛 逼着你去买新楼 新房 继续去销化那些 新盖的房子 我认为 这个东西可能就是 大肆数据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甚至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二手房市场都会面临 几乎是一种 我觉得可能是 非常严峻的问题 非常严峻 甚至有可能呢 在很短的时间里 马上就要推出一个 所谓的房产税 这种组合权打下来 一方面继续收割那些 之前买不起房 现在要急缺买房的那些人 让他们去买新房 另外一方面 对那些手上有多套房 就是曾经的那些有钱人 存量房 对他们进行开刀 两手同时进行 都是通过房地产入手 把这些这个 所谓的 我们说水分吧 不要说起来的 就是水分把给挤出来 他这个水分挤车 会最终挤到哪里去呢 是不是 最终会挤到哪里去 一 很简单 老百姓自己承担掉了 消化掉了 就要自己有苦 自己咽下去 因为这整个东西 通过那个能量守行的 一样道理 你这边挤掉了 别的那就多了 那流到哪里去了 对不对 那谁让你挤的 可能就流到他哪里去了 这就是当年 日本 经济倒退 20年 为什么会倒退20年 就是因为房地产暴跌 因为地产这个行业 房价暴跌 地产行业出现 塌坍塌方式的那种 这个破败 然后直接就导致了 土地的价格暴跌 最后因为土地价格暴跌 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是从金融 建材 装修 租赁 中介等等 各种市场上面 出现连锁反应 整个日本经济倒退 最少20年 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现在我们 是制造业为主呢 还是地产为主呢 还是什么贸易为主 还是服务业为主 你们去看看 这些行业 每个行业交的多少税 你说你土地卖多少钱 交多少税 房子交多少税 你的制造业交多少税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有数据的 大家就要看明白 为什么东南沿海 现在是经济比较好 因为它人口多 土地小 所以它土地价格是比较昂贵的 越往北 西北 东北 那些地方 现在人口大面积的流出 就造成地广联系 土地没有价格 土地没有价格 就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那这个地方的经济就会 整个出现 叫什么 年代关系的 就出现了一定的萎缩 在这种情况下面 那你的房价 就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 风向标 所以我们现在又回到深圳 说这个事情 深圳的现在二十房 也是一样的 有各种各样的家属来锁住它 对吧 你想买二十房 或者说交易二十房 买方卖方 都要面临着巨大的一个考验 但是新房呢 新房有没有这种 各种各样的 那个压支你呢 也有 但是它的家属 没有二十房那么多 二十房你带不到款 但是新房你可以带到款 这就是一个 非常直观的 这种差异化 所以说 大家不要觉得 房价呢 是一个纯市场化的东西 它不是 在我认为 在一个特殊的时代 或者说在一个特殊的国家 所以真正正正的 最稀缺的资源 就目前来说 其实是土地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 就是好像开发商挣了很多钱 谁谁谁挣了很多钱 你们都是错误的 一定要看到 整个这个风向标 是谁在推动 那谁就是最受益的 你们要记住这句话 就好像 以前有过一个哲学家 说过的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东西 有两面 但是最终它只有一面 是什么呢 这就是战争 战争永远不可能是一方面的 不可能就一个 一方有军队 在发生战争 一定是双方发生冲突了 才有战争 最后的战争是什么呢 一定是有一方打赢了 另外一方 很少说出现什么和平收场 和平收场 那就不叫战争 最后是叫冲突或者摩擦 真正发生战争 一定是有一个输 或者赢的 所以这个哲学家 我认为 这其实就是 跟这个房价的这种风险票 其实是一个道理 谁在后面推动它 那谁就是最受益的 因为它需要受益 所以它才推动你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 现在如果是我 当然我们说的是 这些很抽象的这些东西 就是说没有 办法去说的很细致 那就是说那些需要上车的 或者说是 目前这种局应该怎么破 那大家就要动脑筋了 这个东西也不是说 谁就一定有很好的办法 比如说我就没有很好的办法 但是说不定你有好的办法 你也可以聊交流 对吧 所以大家也不要总是觉得 人云亦云 天天说房价限制这个 现在那个 但是我就很想问 这二十年来 是谁在推高这个房价呢 是谁在把这个房价 拼命的往上推呢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东西 我们不要去深究太多 你要知道 现在这种局面 你应该怎么破局 你如果是在局内的 你怎么出来 你是局外的 你应该怎么录取 这就OK了 这才是你需要去关心的问题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